世世苛刻,沉醉爱和你 谁知悲剧早已注定 闭上眼睛,想请你的气 难忘记你未曾有的缘地 在这儿的心里 长一慢慢默默在过去 给杨慧炫花了 杨慧炫花了 杨慧炫花了 有花还有杨慧 有杨慧炫花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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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慧炫花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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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现场的歌迷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好 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今天大家为谁而来 王杰 还不够大声 王杰 好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来到 2010王者归来 王杰北京个人演唱会 新闻发布会的现场 这里是北京赛特奥来 我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 阿杰 也有一个杰字 好 那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王杰呢 是港台知名的创作型歌手 音乐人 演员 宝常生活艰辛的他 在1987年的时候 用第一张个人专辑 敲开了娱乐圈的大门 是的 那么下面我想大家一起告诉我 王杰的第一张专辑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名字 大声说出来 王杰 一场游戏一场梦啊 非常了解啊 好 王杰现在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舞台旁边 那么大家呢 稍微等待一下 现在我 我已经听不到 杰哥你的魅力太大了 快点拉上场 王杰大哥你好 你好 非常荣幸啊 我从小啊 不能说从小就听您的歌长大了 还是这么英俊潇洒风波翩翩的 老了老了 来北京几天了 两天 两天 两天的时间 这两天正在进行世界杯的比赛 有没有关注一下 是 我对足球没什么兴趣 哦 没有什么兴趣 对足球没有什么兴趣 所以呢 这一次王杰2010王者归来北京演唱会的场地呢 是放在了篮球馆 对 对对对 你知道那个馆以前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是一个篮球馆吗 我知道 我听说过 而且伍克松是最新的一个 一个馆 而且我 我本身也去看过 因为为了这次开演唱会 有特别去看一下 那怎么会选择在那儿呢 嗯 因为 地方大一点 新一点 然后我也看过 那个场地真的很漂亮 是 很 很先进的一个场地 是是是 听说您开演唱会 基本对这个场地要求非常的高啊 对 音响各方面的 对 现在因为 比较困难是在音响 因为它场地不是会演唱会设计的 是 是比较斜 比较高 所以那个在喇叭 那个喇叭的摆法 就要特别加很多很多 对对对 对要加很多的元素 这样才能凸显出来演唱会效果啊 对没错 所以呢也是非常为歌迷着想了 对对对对 在我们说话的同时呢 现场一直在播送着如此经典的歌曲 那王杰这一次的演唱会呢 也会带来很多经典的歌曲 为了爱梦一生啊 疯子呀 安迪呀 一场游戏一场梦都会有吧 呃 但愿啊 没有 其实歌迷他们常常在网上留言给我的时候 嗯 有 有给我一些 那个提议啊 提议啊 其实我都有看在眼睛里面 那我也有放在心里面 所以我都有把他们那些希望听到的歌 都把它给记下来 对对对 真的非常大的期盼啊 因为很多很多歌曲都希望能在您的演唱会当中 亲耳的再次听到 对啊 哎 王杰上一次的演唱会距离现在已经有多长时间了 嗯 哇 也很久了 好半年了 好半年了 大半年了 对对对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因为上一次在美国举行了一个大型的演唱会 对对对对 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有三年的时间了 三年了对 对 可以说在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就能够听到王杰的声音 那这一次呢 王杰是和英皇结束了十年合约的长跑 现在呢又在叙事待发 没错 在以完美的状态精英的制作 绚丽的舞台和热烈的现场 以及火红的票房 要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 上一次北京演唱会还记得吗 记得记得 哪年 北京演唱会 2004是吧 没错 对对对 2004现场有多少人去了 有多少人去了 哇 太好了 对 当时穿的是一件黑色的衣服 对 出场的时候 没错 而且呢是随着一盏一盏闪烁的灯光走上舞台 对 没错 带领所有公体馆的歌迷们 把这个地方嗨翻了 那我们再现场嗨一遍好不好 好我们打 哇 谢谢 心目期待啊 你看有很多的歌迷朋友们 穿着统一的服装 来到了现场为王杰打气 那么2010王杰北京演唱会呢 定在8月7号登陆五颗松体育馆 你们会去吗 你们的朋友会去吗 你们的朋友会去吗 我也去 我也去 对我们这位主持人也叫阿杰啊 两位 刚才我们在热场的时候 他经常在唱您的歌 唱得还挺不错的 对啊 所以这次我也希望大家 其实我在计划除了这个演唱会 因为这次是世界一个巡回 然后接着就会有新马太 就新加坡马来西亚 然后台湾 然后再会再回来 然后我希望 所以大家如果买了票之后 千万记得把那个票根 不管是哪一场的 你都要把它留下来 是 对 将来我会告诉你为什么 那这次北京是第几站呢 北京是第一站 哦 第一站 对对对 第一站从北京开始 对 没错 因为我觉得这么多年来 我是一个比较多愁善感的人 是 这么多年来 发生这么多的事情 我觉得到最后 始终还是内地的朋友 一直在支持我 所以尤其北京也是我第一次 第一场开的真正演唱会的地方 对 二十四年前吗 对对对 没有 就两千零四年 哦 两千零四 对对对 之前的那个是 对 已经六年没有来北京开养唱会了 对对对 刚才大家注意到没有 王杰说了一句非常关键的话 就是这么多年走过了风风雨 也有很多的事情 经历过那么多事情以后 发现还是内地的歌迷 一直在支持他到最后 是的 对对 再说你们大家听见了吗 对对 所以我这次会把重点放在歌上面 还有音响 你们听到的音响设备 主要就是我会答应所有的歌迷在网上的要求 因为他们希望说不要再是把那个音乐改编 他们希望听到的是原汁原味 所以我这次就是每天拿那个鞭子 对的那个乐队老师 每天鞭他们 我说一定要一模一样 甚至于很多 学乐的歌的谱 都是我自己亲自写给他们的 为了让这个音乐不会改变 所以我就亲自也下了很多功夫 对 所以8月7号的时候你要带领所有的朋友们 一起来怀旧 一起来重温一个原汁原味的最真实的王杰 对所以我希望这次大家能够放在我的歌上面 我不会有什么飞机大炮给大家看到 但是我会有一些很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比方说我的歌怎么样去把一些歌跟歌的感情也串联起来 甚至于在最后我自己花了差将近快三个礼拜时间 我自己把我的 编了一些歌 把我的歌之前的歌给串起来 我将会在现场用钢琴自弹自唱 就是给大家看听这样子对 好还有很多的惊喜还有很多的秘密呢 我们也希望提前在今天的这个新闻发布会的现场进行一个揭晓 那么下面的时间呢 我们请这个王杰大哥稍微休息一下 好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一些来宾 好谢谢 稍微休息一下 好 好 后面 对对对对 这边这个座位 谢谢好 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因为一场演唱会的成功呢 当然王杰是最重要因素 那么还有很多其他人的努力也是很不开 我希望大家能够掌声 所以下面我们的介绍的朋友 首先有这次的测缓 北极经济广文化有限公司 的马强总经理 北京武科松体育场馆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国金交总经理 欢迎 是的还有北京 新光与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孙宇先生欢迎你 欢迎还有全程的美 今天的节目 和你